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练 你要练你会很辛苦 你要补充很多大量的蛋白质 而且要不断的锻炼 那叫硕身 那女孩子就是什么 要前凸后翘 那也叫硕身 然后腰要很细 对不对 那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各位 我们减重不等于硕身 不等于减肥 来看清楚 减重错误的减法 减掉了肌肉却留下了肥肉 什么叫肥肉 肌肉跟肥肉是不一样的各位 肌肉就代表什么 你的整个肌肉是结实的 知道吗 脂肪比例很少的 肥肉就是脂肪比例过高的叫肥肉 知道吗 就是皮下脂肪叫肥肉 有没有听过拜拜秀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拜拜秀 很多女孩子每次我要跟她说拜拜 拜拜 你就看她手不是这里在掰 她这里也在掰啊 啊 台湾叫蝴蝶秀 香港叫拜拜秀 知道没有 好 所以各位 减掉了心心留下了伤心 好 我举个错误的减肥方法 来 各位没有听过减肥怎么减的 告诉你 不要吃饭 只吃肉 有没有这种方法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只要吃肉不要吃淀粉 对不对 会不会成功 会 来美女 听我讲哦 这段我是讲给你听的哦 但是你希望不要学 我现在讲这段是错误的减肥方法 你不吃 你不吃淀粉 只吃肉会减肥 为什么我讲给你听 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吗 我们食物当中的葡萄糖会被血液吸收嘛 会被人体吸收 然后葡萄糖是不是进入身体会储存成脂肪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不吃淀粉是不是就不会产生新的葡萄糖 是不是就不会产生新的脂肪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那只要吃肉就好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可是各位 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真的会瘦哦 因为没有新的脂肪可以囤积嘛 可是各位 你身体要不要能量 要能量嘛 那要能量要不要燃烧脂肪 要不要燃烧脂肪 要嘛 所以会瘦嘛 各位懂了吗 一定会瘦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饿了三个月 都没有吃淀粉 你撑得住嘛 人可以不吃肉 但是不能不吃淀粉 单吃肉你会觉得很恶心 知道吗 所以你不可能长期不吃饭 所以当你减肥成功之后 你一开始吃饭 对 马上肥 而且肥得更快 所以他就会失败 来 各位 台湾现在养鸭 养鸭 鸭子 这边也是叫鸭嘛 台湾养鸭怎么养 你们知不知道 好 我跟你们讲 很多人为了要减肥 一天只吃一餐 听我讲 恭喜你 你绝对减不成 你会越减越肥 为什么 听我讲 台湾现在养鸭子 不是给鸭子一天吃三餐 一天只给他吃一餐 吃一餐就好了 哇 那鸭子又肥又大 因为我们的细胞有记忆性 知道没有 当你的细胞处于极烈的饥饿状态下 所有的食物塞进去 全部吸收 全部吸收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减肥绝对不是一天吃一餐 那是错误的减肥方法 而且呢 你如果真的减了肌肉 可是你肌肉有没有减少 你脂肪完全没有减少 各位知道没有 所以很多人减重呢 这是错误的减重 肌肉少了 可是脂肪并没有减少 为什么 请问各位 你吃的肉里面有没有脂肪 有没有脂肪 也是有啊 也是有脂肪啊 你还是会吸收到啊 你要没有利用掉 你只把肌肉利用掉而已啊 你的脂肪没有代谢掉 各位知道没有 所以错误的减重观念呢 它重量不会变 体态会变胖 所以减肥成功以后 一吃淀粉 砰 马上胖回来 这是错误的减肥方法 还有 减少了肌肉 脂肪不变 这不用讲 减少了肌肉 减少了脂肪 这个才是什么 最可怕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健康的减重是什么 真是针对脂肪 而不是针对肌肉 各位懂了吗 我们今天要针对的是脂肪 而不是针对你的肌肉 如果女孩子完全没有肉 好看吗 好看吗 在座都不敢讲话 我在台湾讲这个课 有些男生就举手 我不喜欢女孩子太多肉 我喜欢女孩子瘦瘦的 按照我们中国人观念 女孩子不是要瘦 女孩子要什么 要风雨 要苗条 要苗条 那个比例要好 所以女孩子这边一定要有肉 为什么这边没有肉 你做着会很辛苦的 知道吗 好各位 所以看一下简直大作战 好讲到这边 来 各位 我接下来要讲个重点 我要谈一个重点 来各位 我刚刚不是讲 我们的食物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是不是有葡萄糖 是不是有葡萄糖被吸收 然后转换成脂肪储存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晓得吗 我刚刚讲的 我这一生 我做健康产业 我遇到的第一种人 最麻烦就是消化不良 吸收有障碍的人 所以各位来 我现在开始讲个重点 来 送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养生方法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我看到我们今天的靓女孩儿 我们看到我们后面这位大嫂 我们看到这边一个靓女 对不对 各位 如果你想雕塑你的身材 我现在讲这个方法 你一定要听我的节目 因为我用这个方法 我自己瘦了10公斤 对 我用这个方法 我自己瘦了10公斤 我告诉大家 我也是个营养师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 广东的叫做巴北的营养师 好 那巴北听得懂 就是骄傲的营养师 对 巴北巴北巴北 我的收费比别人贵巴北 好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过去做营养师的历程当中 我们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们会把你的所有的 身体的数据抓出来 然后再告诉你 你要吃什么食物 你要控制多少热量 懂吗 每天要做多少运动 知道吗 然后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运动 我们都要教的 可是各位 每次当这个锻炼计划表 一开出去给我们的客户的时候 我的客户只要问我一句话 Eric 你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我自己都做不到 所以我开始在思考 我没有一个方法 我自己都做得到 然后我只要告诉客人 客人也很简单 可以做到那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经过我自己去体验之后 我觉得真的有效 而且我开始分享给我的客人 所以我不瞒各位讲 我们现在在香港 我们很多的客人 因为我们用这个方法 真的解决他的健康问题 包括糖尿病的病人 包括高血压的病人 都用这个方法 解决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接下来讲这个方法 非常重要 你只要愿意做 你的健康真的可以改善 来 各位看一下 一个叫健康的饮食文化 如果你看得懂华文 你就尽量听我说 来 我上面写很清楚 细嚼慢咽 有没有听过细嚼慢咽 有没有听过细嚼慢咽 这四个字 有没有听过 好 各位 不管怎么样讲 我先把它念完 细嚼慢咽 泛水分离 听懂吗 先饮后食 食后不饮 十六字真言 你今天要把它带回家 你今天带回家之后 这一堂课你赚到了 来 我告诉大家 先讲第一个观念 我们身体要避免食物 在肠胃停留过久 造成腐败滋 滋生坏菌 引起脏器 胃酸过多等疾病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 我们的食物吃到肠道里面 有没有 经过消化分解吸收代谢 要十二个小时就要排出来 各位知道吗 如果十二小时内没有排出来 代表食物在你体内 停留的太久 就引发什么 腐败 什么叫腐败 来 来 你讲到对了大哥 这个细菌 来 有没有看过发霉的面包 有看过 那个发霉面包是不是黑黑的 绿绿的 然后也算还会有点水跑出来 对不对 那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 那个黑黑绿绿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细菌嘛 对不对 有没有谁反对的 你知道那是细菌对不对 好那我再问各位第二个问题 请问一下 这个空气里面有没有细菌 有齁 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的举手 我告诉你 细菌如果看到它就不叫细菌 它觉得很丢脸 因为它没有穿衣服的 所以细菌只会在面包上 让你看到呢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看到的那个不是细菌 那是细菌的粪便 那是它的代谢物 各位懂了吗 因为细菌在空气中会乱窜的 你知道没有 它那个面包发明 那就是细菌的代谢物 所以你吃到那个细菌的粪便 你就会造成中毒 所以各位 我们一般讲的细菌 其实 不是都只有坏菌 知道吗 我们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坏的细菌 跟好的细菌 那什么叫坏的细菌 什么叫好的细菌 就是按照它的代谢物 按照它的排泄物 对人体是有害的 还是对人体有益的 来决定它是好菌 还是坏菌 听懂了吗 所以当一个臭男生 如果把它的粪便 O在拉在家里的客厅 那就是坏男生 知道没有 如果他拉在家里的厕所 就是好男生 有没有道理 所以简单讲 因为这个粪便 是对人体有害的 它会让我们的客厅 很臭 恶臭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重点 食物在肠胃里面 不可以停留过久 知道吗 绝对不可以 所以我们看下一段话 要让食物在肠道内 尽速的分解 消化吸收代谢 12小时内排便 就是健康之道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什么叫细胶 我们的食物在我们嘴巴里面 第一个你一定要嚼心再吞 为什么 因为我们食物里面 嘴巴里面的唾液 知道吗 它就是第一个 分解淀粉的淀粉酵 淀粉酵 所以你要透过你的唾液 做基本的分解 减少你胃的分解的负担 减少你胃消化的负担 所以嚼细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的胃 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常讲 30岁以前 是胃在照顾你 过了30岁后 你要照顾你的胃 所以一定要嚼细代吞 知道吗 按照国际标准 一口半要嚼几下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我通常是讲32下 对 一定要30下 知道吗 如果是年纪越大的人 尤其牙齿筋慢慢咬合 没有很正常的 我建议咬30下再吞下去 好 那什么叫做慢咽 慢慢吞 慢慢吞 是这样吗 不对 其实我们中国人讲的慢咽是什么 就是指你吃饭的时候要保持好心情 知道吗 你要让自己放轻松 再来吃饭 不是很紧张的这样 啪啪啪啪啪啪 那是错误的 有人说 我吃饭吃得很慢啊 我吃饭吃得很久啊 可是还是消化不良啊 为什么 哎呀大哥你答对了 因为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嘛 尤其看新闻嘛 一天到晚骂政府的有没有 哇那个很激动有没有 怎么可以加上来 我们在台湾看最多这种人 一边吃饭一边骂了有没有 尤其最近马英九被骂得很惨了有没有 那个骂马英九最多都消化不良了 很惨 所以最近台湾的养生产业一片蓬勃 因为大家都在骂马英九 知道吗 所以消化不良是回事 就你脑袋瓜没有休息嘛 那还有什么 打手机有没有 哇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有没有 好辛苦哦 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有没有 然后用手机 有什么 LINE啦 WhatsApp 微信有没有 好多哦 这个能专心吗 你的血都不在这边 你的血都在这边 知道吗 所以你的胃都不动耶 还有一种人吃饭的时候很紧张有没有 你看他没有在滑手机 也没有看报纸 也没有在看电视 他在干嘛 聊天 所以吃饭齁 你就说 吃饭的时候要跟别人一起吃啊 才能轻松嘛 一边慢慢聊慢慢吃 轻松吗 真的轻松吗 一点都不轻松 我在香港八年的时间 我坦白告诉各位 指头都算得出来 我们公司呢 有一千多个VIP的客户 能跟我一起单独吃饭的不超过五个 为什么我不随便跟人家单独吃饭 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吃饭 为什么 当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人多吃饭我最轻松 你们去聊天 我在旁边偷偷的吃 哎我不用讲话的 我不是主 我不是主人嘛 我不用讲话 我就自己偷偷吃嘛 我吃完以后我很舒服嘛 我就开始自己去运动一下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这种人吃饭齁 要长命百岁 就是记住 不要讲话 不要聊天 不要看手机 好但有一种人很可爱 他不看电视也不看新闻 也不聊天 也不讲话也不看手机 可是呢 他吃饭的时候脑袋都快想 我等一下要安排什么事情 我待会去要打小孩 还骂老公 还要打小狗 洗衣服 这边没有休息的 真的各位 吃饭给自己放心中 蔓延这个是有学问的 不要想那么多人 吃饭就享受那个食物的美食 知道吗 所以细嚼蔓延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伴水分离 好讲到这边我告诉大家 请问各位 我们的胃有没有胃酸 有 胃酸要做什么的 消磨 对 胃酸有两个功能 听我说 第一个功能 帮你消毒 杀菌 听懂吗 胃酸的PH值 酸高达2 比硫酸还要酸 所以我今天问各位一件事情 这么酸的强酸 要帮你消毒杀菌 第二个功能 还帮你分解食物 请问如果你的胃加了很多水进去 胃酸会不会被稀释 会不会被稀释 那稀释掉它就没有功能 所以你应该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 绝对不可以 有人说吃饭喝茶 帮助消化 所以你知道吗 我在香港我没听到 那个港式饮茶 港式饮茶 没有 我是又兴奋 我又又难过 先讲为什么难过 因为 茶会把胃酸稀释掉 因为茶又是碱性的 又更容易把胃酸中和掉 怎么会帮助消化呢 那一定是消化不良啊 那我兴奋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健康嘛 对嘛 我才有存在的价值嘛 这样知道了没有 因为大家都不健康 我才有存在的价值啊 是不是 所以我是又难过又兴奋 但我告诉大家 我来新加坡也蛮兴奋 因为每个人桌上都有一杯冻饮 有没有 都有一杯饮料有没有 甘蔗汁有没有 而且那个饮料很可怕 那个冰块都满满的有没有 冰块不多不过冰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饮料喝完了 里面冰还是一堆有没有 哇 年轻人最多 所以我心想 新加坡市场也非常的大 very的大 因为大家从年轻开始就伤害自己的胃 哇 我想我这辈子做不完的生意 越文明的国家 买吃饭最好 为什么 因为吃饭都送饮料嘛 都包在里面 香港都是这样子的 都包在里面的嘛 对不对 饮料都包的嘛 你才有利润嘛 那人家营业卖的越多嘛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一边吃饭一边喝饮料好不好 好 好啦 没关系啦 你们尽量这样做啦 我就有生意可以干 各位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脂肪 脂肪 热的时候那个脂肪是不是会分解掉 那脂肪遇到冰的时候是不是就结冻了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吃的肉里面有没有脂肪 你吃的糖会被转换成脂肪 这时候如果你动饮再下去 你的脂肪就什么 结冻了 你的脂肪就更难分解了 最近有科学家做实验 真的可以做做实验 当那个脂肪遇到 遇到动饮的时候 在胃里面根本没办法消化的 很可怕 所以各位 你敢一边吃饭一边喝动饮吗 小心一点 还没讲完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什么叫半水分离 就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喝水 听懂了 好 我接下来讲最关键的 什么叫做先饮后食 来各位听我讲 这个是关键 记住 我们的胃 我先讲的是一个常识 我们的胃 第一个 我们的胃 所有的食物到胃里面 请问 请问第一道问题 我们的胃是把食物全部搅拌均匀的再消化 还是第二个答案 按照你吃的顺序 一层一层慢慢的消化 大客是菜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你也是一层一层 那后面都不用问了 大家都知道了 没错 我们的胃并不是搅拌机 它并不是把食物放进去后 全部搅拌一起消化 不是 它是按照你吃的顺序 懂了吗 先吃的先消化 听懂 先吃的先消化 所以我举个例子 所有的食物分解的时间 消化的时间 一样吗 都不一样 水最快 懂吗 水大概30分钟 10到20分钟 就到你的膀胱了 知道吗 就到你的膀胱了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水果 蔬菜类的东西 懂了吗 大概不到一个钟头 就可以完全的分解掉 接下来是什么 淀粉 淀粉是什么 饭啊 米啊 面啊 知道吗 还有什么 面包 我今天有讲哦 我也是忘记讲面包 有个客人跟我讲 黄先生 面包什么时候吃 我说一样啊 它是淀粉 你上次没有讲 面包也是淀粉 知道没有 好 所以各位 淀粉呢 大概不到两个钟 就分解掉了 接下来就是肉 知道吗 肉 肉大概要多少 四个钟 到六个钟 接下来是海鲜 海鲜最可怕 六到八个钟头 它能分解消化代谢 所以 各位 鱼是不是海鲜 是 我们在香港 这么多的客户里面 我们有一群 非常有钱的VIP客户 都是非常有钱的 富婆 富工 富翁 他们每天晚餐 回家 一定会交代用人 煮一条鱼 来吃 那他们怎么吃 你知道吗 一上桌 先吃那一条鱼 吃了十年 越吃身体越差 他心想说 我每餐都吃了 怎么好吃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一大堆的毛病 听我们的演讲 恍然大悟啊 他吃错了 为什么 先吃鱼 我问各位 先吃鱼 这里要六到八个钟头 才能开始分解 后面的东西 尤其饭后吃水果 是不是先腐烂了 对 就堵塞了 各位知道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后面吃的水果 你是后面才吃 这里先腐烂了 什么叫腐败 什么叫腐烂 我是不是讲细菌 坏菌之身 所以就造成脏气 懂吗 脏气 胃酸过多 所以各位 吃饭要颠倒过来 先喝水 喝汤 再吃什么 蔬菜 水果 再吃淀粉 再吃肉 再吃海鲜 所以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晚餐几点吃 七点半 吃到几点结束 没有细脚慢烟 从身材就看得出来 各位你知道吗 如果你七点半开始吃 你八点 给你八点吃完好不好 请问如果你有吃海鲜 你应该几点才能睡觉 你要晚上六 两点钟才能睡觉 你要最快晚上两点钟才能睡觉 各位知道没有 甚至更严重 如果你吃的是那个龙虾 哇 那你可能要凌晨四点钟才能睡觉 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所以晚上可以吃海鲜吗 晚上吃海鲜 你谁的烦 知道没有 你一定会肥 晚上吃海鲜最可怕的 知道了没有 所以晚上不可以吃海鲜 像我们晚上我们绝对不敢吃海鲜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怕死 这个你知道吗 先饮后食 就是让我们的胃 能够什么 把好消化的先消化掉 知道了没有 好 最关键的在后面 食后不饮 这句话最重要 食后不饮 来来来来 关键来来 各位 胃 胃是分解食物的地方 对不对 小糖是不是吸收食物的 营养素的地方 所以各位 饮后一个半钟头 记住喔 吃完饮后一个半钟头 一个半钟头 记住 至少让你的胃 有足够的时间 把食物送到什么 小肠 知道吗 所以那一个半的钟头时间 胃酸是不是正在作用 胃酸是不是正在作用 那请问 这时候如果你把水放进去 会发生什么事 胃酸是不是被吸湿掉了 所以放后喝水是对的吗 错误啊 所以很多人放后喝水 是不是觉得怎么 一喝完水 走路的时候 就听到水声在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经验 咕嚕咕嚕水在里面滚 为什么 因为水下不去嘛 懂了吗 下不去嘛 塞车嘛 这时候你的胃酸 又被你的水吸湿掉了 所以你的胃有个讯息 告知脑袋瓜 胃酸不够 胃酸不够 怎么办 胃酸又出来了 然后就胃酸过多 胃酸过多 发生什么事 胃食道逆流 因为上面都是水啦 对不对 各位 这还不稀奇耶 很像说饭后果 饭后果 饭后吃水果 帮助消化嘛 真的吗 你肉在下面 水果在上面 水果不到30分钟 开始腐败 开始腐烂 所以细菌开始滋生 那细菌放的屁 就是我们的脏器 知道吗 就打嗝 知道没有 就是坏菌的放屁 那些毒气出来 所以就打嗝 能打嗝还好 最怕打不出来 为什么 我们的食道 经过嘴巴下去 食道进入我们的喷门 要进入胃之前 那个叫喷门 知道没有 那我们的胃底 胃底 胃底 离喷门的距离 有一点点上来 知道吗 所以这个脏器 会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卡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心悸 有没有 心跳很快 吃完饭 脏器很不舒服 压迫 那个气出不来 很难受 有没有 所以待会会教各位一个方法 尤其我们李老师最厉害 给你一拳 但我们李老师教你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饭后饭后 如果你真的要吃 要吃好吃的 我建议你 水果要饭后一个半钟头才能吃 知道没有 好啦 我讲到这 有没有听懂一个概念 我们的关键是在哪里 要让食物在最短的时间内 最短的时间内 分解消化吸收代谢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吃完饭后一个半钟头 绝对不可以喝水喝汤 吃水果 否则顺序就掉转过来 所以各位 小姐 如果你想要养生 你想要瘦身 把我的方法认为 认真做三个月 认真做三个月知道没有 一定有机会降下来 那如果你是消化不良 吸收不良 你用这个方法帮助你吸收嘛 所以瘦的一定会胖 胖的一定会瘦 那有人说 顾问 哇你知道吗 我好想瘦的跟那个张曼玉一样 我好想瘦的像林志玲一样 我说 为什么你想要瘦的 他说 因为我们家从我爸爸妈妈 野野奶都是这么胖 我说那你不用想了 你不用奢望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那是你家的基因 知道吗 各位 人的鼻子有的很高 有的很塌 有没有 是不是 你除非去整形嘛 各位懂了吗 基因很重要 如果你的家族 就是都是这个体态 知道没有 一出生大概就像肥肥胖胖的了 你不要想说 我想要瘦的跟林志玲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各位懂了吗 人要健康 所以你应该用透过正确的饮食方法 让你的身材恢复到什么 该有的体态就可以了 然后台湾人在讲 自然的最美 听过没有 所以叫自然美 听到了吗 所以各位 讲到这边 对这个方法有没有概念 有概念 好 所以我们来讲一个 你平常要怎么样监控自己的身体 很重要 来各位看一下 我跟各位推荐这个产品 很重要 各位真的推荐 这不是我们家卖的 你去市面上都买得到 这日本的第一品牌 这个 这个在新加坡怎么叫 TANITA TANITA 我告诉各位 这日本第一品牌 你可以去查 叫BC541 你可以抄起来 我们在香港叫BC541 我不晓得在新加坡是不是叫BC541 这个东西有多棒 你知道吗 来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它不是体重肌 它不是体重肌 它叫体脂肌 它可以量什么 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它可以量你的体重 它可以量你的体脂肪率 量你的体内的水分比率 量你的肌肉的重量 还有你体型的判定 基础代谢量 还有代谢的年龄 跟内脏脂肪 我们看到 内脏脂肪 还有你的骨头的质量 都可以帮你测出来 哇 这东西太棒了 这东西实在太棒了 我强烈建议 你们要去买一台这个机器 随时监控你自己的身体 来我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讲脂肪嘛 对不对 来 什么叫脂肪率 对 什么叫脂肪率 就是你身体里面 所有脂肪 脂肪跟你身体 你总重量的比率 这样各位懂了吗 好我讲几个经验 我们在香港有很多的客人 很多的客人 体脂肪率 都正常 在正常的范围内 听懂了吗 也就是按照他的年龄 按照他的年龄 跟他的体重 跟他的身高 他的脂肪比率是正常的 可是很奇怪 他的什么 内脏脂肪数据就偏高 这代表什么 他这里都是肌肉 可是他脂肪 几乎都集中在什么 在他的内脏 包在他内脏上面 跟脂肪 因为脂肪是包括皮下脂肪 跟内脏脂肪 各位懂了吗 那他的总脂肪比率 是正常的 可是他内脏脂肪偏高 我先讲一般正常的脂肪率 皮脂肪 内脏脂肪 这个 这个内脏脂肪数据 是1到10 都是正常的 懂了吗 我们香港很多人 验的都是12 15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机器你买回家以后 它里面会有个标准表 会告诉你 什么年龄 什么重量 应该维持多少的体脂肪率 各位知道没有 所以要随时监控你自己 然后看你的内脏脂肪 还有 还有告诉你骨头的重量 有没有看到 骨头的重量 我们讲一般女孩子的 大概在2公斤上下左右 所以地域2公斤 就有骨质疏松症 知道吗 那男人大概在3.1左右 大概在3左右 所以各位 这台机器你从这里测出来 你可以判断什么 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 知道没有 这样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是最简单的仪器 然后验这个 记住哈 记住哈 踩上去要把袜子脱掉 要脱袜子知道没有 它要透过你的身体的肌肤去接触它 它会产生微弱的电流 把你身体的东西全部抓出来 因为我们香港很多的婆婆 都没有把袜子脱掉都站上去了 然后打电话给我 黄顾问 为什么这个机器都不动 我说你真的站在上面 他说我真的站在上面啊 它就是都不动啊 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穿着袜子在上面啊 因为他怕冷啊 怕那个很冷啊 他脚会动啊 知道吗 所以各位 这台机器好不好 好 所以讲到这边 不要说 我们在台湾卖2600台币左右 那在香港卖的话 大概七八百块 那新币大概一百多块就买得到了 随时用这个来监控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用随时去看医生嘛 各位知道没有 而且它很重要 譬如说你年龄 譬如说假设你现在五十岁 他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新陈代谢率的年龄是多少 好不好玩 很好玩耶 所以如果你验出来 你的新陈代谢率的年龄是六十岁 那你就要小心了 这代表什么 你老得很快 你真的 因为你新陈代谢率很差嘛 代表你细胞坏死的速度 大于什么 新生的速度嘛 代表你老的速度很快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提醒你自己 各位懂了吗 所以这个最简单的监控系统 可不可以 所以今天来各位 教各位三招 第一个 早上起床喝什么 600cc的白开水 补充一整夜流失的水分 知道吗 然后一口一口喝 第二个 我们讲的饮食文化 细胶慢咽 泛水分离 先饮后食 食后不饮 有没有 第三个 就是用什么 仪器来监控自己的身体 知道没有 听懂了哈 都听懂了哈 好 我最后做个小小的结论 各位 我们今天来听什么 健康 请问各位 健康的方法有没有很多 今天学到什么 三招 对不对 都知道了 做得到有举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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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做不到 没有信心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说实话 我们在香港每一次演讲 讲这个主题 听完都很兴奋 可是做得到都不容易 知道没有 所以跟你晓得吗 我们为什么在香港能够活八年 我告诉过一个秘密好不好 我不会讲广东话 我不会讲广东话 真的不会讲广东话 我刚去我连广东话都听不懂 我可以在香港做八年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脸皮非常厚 本身听不懂就算了 我讲我的 你听你的 知道吗 第二个我带了一个专家 我带来介绍我们的专家 所以给大家认识 我们这位专家呢 因为他很早就到香港去发展 他二十几岁到香港去发展 然后呢 他在香港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从不懂到完全懂 可以讲广东话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香港有很多 养生的技术 养生的技术 是透过他来教导的 那他把这养生的技术 分享给我们身边有的好朋友 尤其他最厉害就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如果疏通你的什么 任督二脉 嗯 自己就可以疏通你自己的任督二脉 而且这方法 你如果愿意用的话 真的 对你的新生代谢力 真的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想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想邀请他 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告诉你 怎么样帮助你自己 在最短的时间内 来会改善健康 那如果他讲完了 你还是做不到 我再告诉你怎么做好不好 好 我们欢迎 你怎么办 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对 没有 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